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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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週 我們要介紹的觀念 有兩個 一個是檔案讀寫 另外一個是例外狀況的處理 我們說明一下 首先我們說明 為什麼我們需要 知道如何利用檔案來讀寫 在我們前面的討論裡頭 我們所寫的程式 都是利用主記憶 RAM來進行 所以在裡面 撰寫內容 然後儲存結果 最後是利用螢幕的輸出 把這個結果 印出去 讓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計算的結果是否正確 但是我們的程式 通常不見得只用一次 所以這個程式每一次跑完的結果 最好我們能夠把它存在一個 長久性的記憶裡面 這樣子的話 我們才可以 每一次跑程式出來的結果 都能夠永久性的保存 然後作為下一次使用的時候 參考之用 或者是作為下一次的計算 所需要的輸入來使用 所以我們需要懂得怎麼樣把這個資料寫到磁碟裡面去 或者是從這個磁碟裡面把這個 data讀進來 當然現在的設備已經很進步了 所以現在的永久性的儲存裝置 除了這個磁碟以外 那還有這個叫做那個SSD 那個固態硬碟 那這些都是一樣的這個處理的方式 除了檔案的讀寫以外 另外一個我們今天要介紹的觀念 是例外的處理 Exception的這個Handling 在我們前面的這個討論裡面 我一直跟各位同學說 這個盡量你現在只要顧好 把這個程式它的這個輸入的這個 data 都算是正常的時候去處理它就好 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跟腦筋去處理一些 你認為你的電腦 你的程式如果要夠robust的話 它必須要handle的一些例外的情形 那這些處理例外的這個狀況 在物件導向的程式設計裡面 它有一套這個特別 特別針對這個例外處理的一套機制可以使用 那這樣的一套機制呢 比我們自己想的一些簡單的 這個錯誤處理的方式會好很多 因此我們這個禮拜或者下禮拜 講完這個例外處理以後 你的電腦的程式就可以把它寫得比較強健 比較robust一點 你就比較不怕各種各樣的例外 好那我們接著來看一下 我們這一張的內容 包括簡易檔案的讀寫錯誤代碼的觀念 就是以前我們如果處理錯誤的情形的時候 我們通常是用這種錯誤代碼 當我們沒有什麼高階的方式可以用的時候 常常也只用這個方法 但是如果你的使用的語言 是一個物件導向語言的話 那你其實是可以用例外處理 來把它處理得更棒一些 那這裡我們要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把這個檔案的讀寫 跟這個例外的處理擺在一起討論 那因為這個檔案的讀寫 是很容易發生這個exception 例外的這個狀況 例如說你想要找的檔案實際上不存在 或者說擺錯這個檔案夾等等這些東西 都會造成你的城市當機 那因此對於這些情況 你要怎麼樣處理它 才能夠使得你的城市 這一個不必為這些錯誤的情況所困擾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一個目的 那再來呢 在物件導向的例外處理裡面 有五個基本的觀念 我們在這個第三節裡面提到 包括例外物件 那對於這個例外的物件呢 我們可以採取的行動 包括catch、throw 但是catch跟throw 它所要處理的物件呢 它是在某一個範圍裡面去擷取 那因此呢 它就是在一個try的部分呢 檢查有沒有產生這種例外 如果有例外的話 就會丟出來 然後你用catch的方式 抓到以後經過處理 那也有可能你再把exception 再丟到外頭去 那完成catch或者是slow之前 那你必須要經過一個finally 所以如果有必要的時候 那你就需要經過這個finally的處理 才能夠把這個例外的物件 處理得好 那後面呢 就是比較稍微深入的 詳細的這些說明 就是在一些比較特別的例子裡面 例如說 可以使用的exception class 它的繼承的這種結構是什麼樣子 那另外你也可以自己去定義 你自己的exception 那另外這些try跟catch的東西 它就像for loop一樣 也可以有一個槽狀的這種架構 那再來第六個就是 關於檔案的讀寫的相關的一些功能 那在系統裡面 它有一個命名空間 叫做system.io 那可以幫助你處理一些檔案的問題 那在這裡面呢 我們最後會介紹的就是 物件導向處理裡面 最終的物件 能夠把它儲存到硬碟 或者從硬碟讀出來的過程 那這樣的過程呢 我們叫做seal realization 或者dseal realization 就是序列化或者是序序列化 好 那這是我們要討論的這個內容 那我預計今天的這個課程 大概也許能夠的話 是交到第四節 那其餘的部分呢 我們可能就是這個下禮拜 在這個繼續討論 那在下禮拜同時 我們要上最後的一個單元 就是collections 要介紹一些基本的 這個資料結構的一些概念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這個file.io and extension handling的這個內容 那我們先看一下 當我們要從這個外界的這個磁碟 這個輸入這個資料 或者是這個從那個ram裡面呢 把這個數據的內容寫到輸出檔去的話 那我們呢 概念上可以使用一個叫做Stream的這種觀念 那所謂的Stream的話呢 意思就是指說一連串的0跟1的流動 就是所謂bit的Stream 我們從硬碟讀取資料 那這個資料呢 會以bitstream的方式 那麼經過系統提供的StreamReader function StreamReader呢 會把你從磁碟裡面讀進的0跟1的串流呢 我們會寫進主記憶系統裡面的某一塊記憶區域 那這一塊記憶區域呢 是作業系統所主管的記憶區域 它是一個HeapSpace 好 所以呢 當我們想要使用一個現成硬碟檔案的內容的時候呢 那我們必須透過StreamReader 把這個硬碟的資料寫到這個HeapSpace裡面 那這就是我們的工作記憶 那是由這個作業系統所管控的 那接著 當我們有這個HeapSpace裡面的內容 經過改變以後 我們要重新輸出 把這個資料檔 這個update更新 或者是這個算出另外一些東西來 要放到另外一個檔案去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必須使用系統提供的這個StreamReader 把這個主機翼的這個內容 它的這個過程呢 經過這個bit的Stream 然後寫到這個磁碟裡面去 建立起一個磁碟裡面的檔案 那你下一次要使用的時候呢 那就從這個輸入檔經過StreamReader 再load到這個HeapSpace裡面 那經過程式的這個工作處理以後 再把這個結果送到這個 經過這個StreamReader 寫到這個硬碟的這個輸出檔去 好 所以這個是利用檔案做這個Io的時候 你要注意的這個概念 在我們的這個問題裡面 我們經常要做的事情呢 是加入一個這個文字檔案 你如果是加入一個這個影像檔案 或者聲音檔案等等 那這些檔案的這個內容 其實它本質上也都是一些0跟1的這個內容 那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呢 只是先告訴你怎麼樣去加入這個文字的這個檔案 去讀取這個磁碟裡面的文字檔 那如果你希望從這個硬碟裡面 讀取這個影像檔或者是聲音檔等等 那你必須使用比較獨特的這個StreamReader 跟這個StreamWriter來處理 那這個暫時就不在我們的這個課程考慮之列 那當然我們在前面玩撲克牌的時候 我有介紹一個方法 你可以這個從檔案裡面 直接讀取撲克牌的這個JPG檔 然後顯示在這個螢幕上面 那我們有做過 但是它的那樣的一個概念 跟我們這裡所講的東西呢 是稍稍不太一樣 因為它那樣做的時候 它的這個StreamReader呢 是這個系統 那個Image這個class裡頭 自己有這樣的東西 好 那我們現在所學的東西裡面 那暫時應該還沒辦法 讓你去這個添加這個影像檔 或者是聲音檔 可能有啦 那你不妨自己去找找看 不過那個目前我們就不談這個 好 那如果說這個我們想要這個 在處理這個某個程式的時候 要這個加入這個文字檔的話 來我們看這樣的一個例子 好 我們現在看的是 我們的第一個demo程式 叫做File Demo 假如你想要讀取某一個資料檔的話 那這個資料檔呢 可以來自幾個不同的地方 其中一個是你寫程式的時候 自己去編寫一個資料檔案 然後讓你自己的程式來讀取 那這種情況比較簡單 我們就是從這個檔案這裡 然後新增一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裡面 你可以選擇文字檔 這裡可能有其他形式的檔案 所以它這裡也有什麼點證圖啊 儒標檔啊等等之類的 那但是我們只選這個文字檔 那文字檔選了以後呢 開啟它呢 就有一個Default資料檔在這個地方 那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把你的Data輸入進去 後面就可以讓你的程式來使用 如果我們寫一個程式 要產生直接在這個專案裡面 放進一個文字檔的話 可以採取這樣的一個步驟呢 把文字檔產生出來 那打開了 然後你就可以存資料 存資料以後呢 你就可以在經由剛才上面的選單 你選擇另存什麼東西為什麼檔 然後把它存起來 好 那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小的這個問題 那個是很多人 我們在寫這個檔案 讀寫程式的時候 經常經常碰到的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如果我這個檔案 是從紀事本去編寫 產生的資料檔的話 程式碼要去讀取外面所寫的資料檔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的一件事情呢 是付檔名的使用 因為在Windows的系統裡面 Default是所有的檔案都不付付檔名給你 所以你所看到的都只是檔案的名稱 還有根據檔案的付檔名所產生的檔案圖示 所以你會知道說 點JPG檔 你看到的就是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icon 然後這個PTF檔的話 它就是一個什麼樣的icon 那在我們使用第四本寫的時候 那如果說 我們想要讓我們的檔案 它變成一個什麼什麼 點DAT結尾的付檔名的話 好 那如果你這樣做的時候呢 我給各位看一下 例如說 我在這個地方 我打進去TEST 然後我讓它存起來 另存新檔 那另存新檔以後呢 那你注意到 檔案的對話盒這裡 它很明顯的告訴你說 你的要存的檔案呢 它會自動加一個TXT檔給你 那如果我不想要TXT檔 我希望它是TEST.DAT的話 那你必須把存檔的類型 改成是所有檔案 那這樣存起來的時候 你的檔案 它才會只有付檔名DAT 然後不會再加上一個TXT 那可是你怎麼知道 有沒有這樣的結果呢 我們看一下 我們把它存起來 我們怎麼知道說 它付檔名有沒有被加東西呢 當然一個簡單的辦法是說 看它的圖形 有沒有是那個 記事本檔案的樣子 那另外一個 這個做法上呢 是這樣子的 你可以到檔案總管這個地方 你選取檢視 檢視這個地方呢 在選項裡面 顯示隱藏這個地方 其中有一個是付檔名 所以呢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把它打一個勾 打一個勾以後 你就發現 所有的檔案 全部都有了付檔名 從底下這邊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才的TEST.DAT 你看到 所以這表示 我們剛才的TEST.DAT 它的確沒有被加進去一個 點TXT檔 所以這個就要注意 因為要不然我們 如果是想要從程式碼的外面 去產生一個 我們希望的一個資料檔的時候 結果你跑的時候呢 電腦會告訴你說 找不到這個你所設定的輸入檔 這種情況的時候 常常就是你的付檔名搞錯了 所以你得要用這個顯示付檔名 這個東西去檢查看看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講的 關於這個文字檔 它的這個處理的這個概念 好 再來就是說 我們這些文字檔 也有兩種儲存的方式 其中一種是沒有format 也就是說沒有格式的文字檔案 例如說檔裡面就是一串的字 弄在一起 然後沒有去分說第一行 第二行第三行等等 那這種情形呢 文字檔就是一堆圖號 串起來的這個結果 它的好處就是說 記憶應該是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你要處理那一種東西 就比較困難 那所以呢 這個例如像影像檔或者聲音檔 等等的東西呢 那事實上這個所謂的JPG檔 所謂的這個WAV檔 那這些都代表的是說 它的檔案裡面 它所儲存的內容 有必須依照所謂的 Web檔的格式的要求 或者是JPG檔的這個格式的要求 那這些格式呢 可能講說 比方說我第幾段到第幾段的這個 這個符號呢 是代表這個聲音的大小 哪一邊是代表這個樂器的種類等等 所以這些東西呢 這一個你可以有它的一套 這個規定的這個方法 事實上我們所謂的MP3 或者是JPG這些東西呢 他們原先都是一些 這個國際上的一些多媒體的這個研究的組織 他們所訂定的這一個編碼和解碼的規範 那編碼或者解碼的規範所使用的 就是依照他們所設定的檔案格式儲存的這個內容 那因為依照他們檔案格式儲存 所以你才可以有辦法把它轉變成為是聲音或者是影像 所以這個是關於這個檔案的一個概念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個例子 來說明我們怎麼樣從磁碟檔案這邊 建立起一個StreamReader 建好以後可以把StreamReader輸出呢 送到HIP記憶區域裡面 那因此第一個步驟 我們必須把磁碟檔案跟系統所提供的StreamReader 把這兩個東西的關係把它建立起來 要這樣做的時候你要記得你要做的事情 是像這個程式所寫的這個樣子 最前面這裡呢 StreamReader這些東西呢 是放在NamespaceSystem.io裡面 所以呢 我們在程式前面呢 要註明一個System.io 那然後呢 在這個程式裡面呢 那我們可以利用Console 來要求使用者輸入檔案的名稱 那這個檔案名稱有了以後 你就把它讀進來 把它放到一個FileNameStream裡面去 下一步我們就建立起StreamReader 它跟外界的資料檔 然後建立起它們的連接 好 那因此呢 我們就寫StreamReader Plus的物件 我們把它叫做Input 它這個物件呢 是要從你要給它一個FileName參數 那才會建立起一個StreamReader的物件 StreamReader使用完畢以後 我們現在還沒有做任何事情 但是我馬上就把它關掉 然後就是把這個輸入檔 跟這個StreamReader的關係呢 把它解除 並且呢 移走這個StreamReader裡面使用的這些內容 我們就只要寫一個StreamReader Input 它的這個Close 那麼就可以把這個檔案關起來 然後這個檔案就可以給別的程式的單元裡面去使用它 好 所以這個是基本的這個檔案的這個開關 Open跟Closing的這個過程 它的程式碼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我們就是拿剛才那個FileDemo 來作為一個範例的這個程式 那在這個程式裡面呢 我在前頭添加了一些註解給各位看 那這個註解裡面呢 說明我們這個程式是要示範文字圖案的讀寫 我就假設檔案的格式 那第一列就是底下有多少列數據 所以呢它的格式呢 就用一個簡單的測試 我們假設說輸入的檔案的名稱 叫做test.dat 那想寫出去的檔案呢 叫做test.output 所以就是從test.dat讀進來 test.output寫出去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輸入輸出的範例 所以資料檔第一行寫一個3 表示說接下去資料檔每一列裡面呢 資料都有3個 所以就是1 4 2 這是第一列 然後2 3 5 第二列 7 6 9 第三列 然後8 3 12 第四列 11 10 2 3 5 這個是第五列 讀了這個以後 立刻就把內容呢 複製寫到test.output裡面去 那但是呢 在test.input裡面 它的每一個數據之間呢 是以一個空白來加以區隔 好那但是我們寫出去的時候呢 我們就讓它每一個數據之間 使用水平定位 tab 讓它每一個數字 都會跑到水平定位的這個位置裡面去 所以檔案內容會看起來比較不一樣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知道說 打開了檔案呢 是輸出檔案 好那所以呢 我們的test.dat就會連接到stream reader test.output就會連到stream writer 那我們就是希望從這裡面讀取這些內容 然後存到這裡 那存到這裡以後 再經過這個stream writer 把它寫到test.output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碼的寫法 首先我們要做的是 取得test.dat這個檔名 以及test.output這個檔名 然後建立起 跟他們連接的stream reader 跟stream writer stream reader 我們把它叫做input stream writer 我們把它叫做output 好那因此 這些建好以後呢 那就表示我們的磁結檔 內容可以通到 這個heap space裡面 那heap space的內容也可以通到 這個test.output這邊去 所以我們就可以開始從這裡面 讀入檔案內容 然後寫出這個內容出去 當你這個處理完畢以後 輸入跟輸出處理完以後呢 那你就得要把這個stream reader關閉 然後把這個stream writer關閉 那這兩個關閉以後 這兩個檔案就被解除 他們跟input以及output的關係 而這個test.dat就可以讓其他的程式 或者是自己程式其他的部分 來去使用它 好 所以基本概念是這樣子 那我再來看呢 這個你要怎麼去取得檔案的名稱 並且建立起這個stream reader跟writer呢 好 那我們就是使用console 提示他寫出一個檔案的名稱 然後這個檔案的名稱呢 讀進來以後 那麼我們就利用這個檔案名稱 建立起stream reader stream writer 好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好 那在讀入跟寫出的過程怎麼做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知道說 我們檔案的內容呢 第一行呢 是你的每一列有多少個這個data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做的做法上就是說 當你這個程式讀進一個 這一個一行內容的時候 我們知道 它使用的是叫做input.reline 對不對 那這input.reline呢 我們把它讀進來的一列字串 放進line字串裡頭 第一行讀進來的東西 我們剛剛講過 它的格式規定是說 我們的第一列所要說明的是 你一共有多少組的數據 那麼因此 我們先把第一行讀進來的line字串 經過int.parse 得到你一共有多少個data 在哪一行上面 所以我們把第一行的data量 數值讀進來以後 那我們呢 也把它寫到output裡面去 因為我們剛才講 我們的格式 output的第一行 也是一共有多少筆的資料 對不對 好 因此呢 當我們從輸入檔案 得到它每一列有多少個檔案的時候 我們順便就把它寫到output的檔案去 因為output的檔案也需要這樣的一個data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怎麼樣去讀取 每一行的data 好 那所以呢 我們會在一個wire loop裡面來進行 那麼在我們之前討論回圈的時候 我們有說明wire回圈 它可以處理 例如說檔案的讀寫 是不是已經到了最後面的地方 變成是你比較沒有辦法使用for loop 因為for loop的話 你得要知道說 你一共要執行多少次 對不對 那現在這個磁碟檔案的內容 我們並不曉得說 它一共有多少列的這個data 那因此你能夠唯一做的呢 就是讓這個電腦去檢查說 我每一次讀寫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基因讀到這個檔案的鏡頭 沒有辦法再讀下去了 那如果說是這個已經讀到檔案的鏡頭 沒辦法再讀下去的話 那我們就讓它離開這個wire loop 好 那因此這個wire的這個回圈 持續的條件 就是input的檔案 它的end of string 這樣子的一個property屬性呢 是真或者是尾 那如果說檔案一列一列量讀下去以後 它已經讀到最後的話 end of string會是true 否則的話呢 它就是false 那麼因此在讀取這個檔案資料的時候 我們就是使用wire 然後檢查說這個swing reader 它是不是已經讀到了檔案的最後面的地方 好 那假如說它還沒有抵達這個檔案的最終的地方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讀進來一行這個數據 所以就是用input.reline 把結果assign給line 好 那你可以看見這裡的這個input.reline 它的寫法其實是跟我們前面的console.reline寫法是一樣的 好 那這個其實這個並不意外 那因為事實上這個console 我們就會提到console它是一個特別的string reader 以及這個string writer 所以這就無怪乎這個console 可以使用reline的方式來讀取這個一組數據 一行數據 那因此我們現在也一樣 input.reline reader 我們要求它讀取一行的字串進來 那這個字串把它放在line裡面 那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 讀進來的東西就會是 例如說1.4.2.Enter 那這Enter事實上是兩個符號 feed next line 在Windows裡面是這樣子 所以你所讀進來的一行的內容 就是我剛剛再講一次 1.4.2.Enter 好 那因此它讀到一個Enter的時候 它就知道這一行結束了 在這裡面你所得的字串就是1.4.2.1.4.4 1.4.2.都是字串符號 還不是數字 我們把它讀進來以後 我們得到的是一個剛講的那樣的字串 可是這樣的字串 我們要把它拆解成為三個整數 對不對 好 那因此首先要把字串 比方說1.4.2 我要把它切割成為1.1個字串 4.1個字串 2一個字串 你要把它切割成這三個字串的話 我們就使用Stream裡面提供的function 叫做Split 這我們前面其實有講過 稍微再回憶一下 Split裡面你要給它用來區分Data中間所夾的符號是什麼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放進去一個空白符號 就表示剛才這裡輸入Data 因為1跟4中間有一個空白 4跟2中間有一個空白 所以它會把它分成1、4、2 那是三個substreet 三個子字串 這三個子字串我們必須分開來 各自把它轉換成為整數integer 這樣你才能夠用這一些輸入的數值來做計算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讓 i小於每一行有多少Data 然後每一次++i 所以就是等於把Line轉過來的 自串的陣列DataStream 然後把DataStream陣列裡面的 每一個自串的Data 都利用intParse 來把它轉變成為Data整數 我們立刻就把它寫到output去 同時我們也在螢幕上面 秀一個複製的版本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讀寫步驟現在進行到什麼地方了 所以我們先用一個Console 把Data寫出去 同時我們也把Data 利用StreamWriter把它寫到output的檔案去 它的寫法就是output.writeData 再加上水平定位鍵 因此你這裡也可以看到 outputStreamWriter 它的使用的方式 writeLine這種方式寫法 跟Console.writeLine的方式寫法 是一樣的 這也剛剛提到過了 因為Console是一個特殊的 StreamReader和StreamWriter 我們後面就會提到 好 因此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練習一下 使用這一些文字資料 來產生一個畫 但是我建議各位 不要在這個地方畫太多時間 除非你被雇用 幫台大的PPT或者是BBS 要設計近戰畫面的時候 再做這樣的事情 也就是說 在以前的同學們練習的題目 很多助教或者是老師 喜歡出一個題目 叫你把那個星號 弄出一個比方說三角形 還是菱形這些符號 然後把它印出來 把它印在這個Console上面 事實上這樣的東西 它的應用的極致就是 你把整個視窗裡面的畫面 然後利用文字資料檔裡面 建立起這樣的形狀 然後當你每次有人要進這個BBS站的時候 你就讀取這個文字檔案 然後把這個近戰的畫面 把它畫出來 這個東西在我們那個年代 滿多人玩的 所以像以前我們那個時候使用這個 最早的電腦Fortrum的時候 語言Fortrum的時候 我們常常看到的一個東西就是 把蒙娜麗莎的微笑 利用這一些文字跟特殊的文字符號 打得比較密或者比較酥這樣子 然後產生一幅 這個蒙娜麗莎微笑的這個圖案 遠遠看的時候 的確是可以看出一些 像是蒙娜麗莎微笑的這一種圖形 還滿像的 但是在現在來說的話 做這一類的事情已經是不太有意義了 除非說是你要邦家設計這一種 只有文字介面 但你又希望有些圖案的時候 才做這樣的事情 OK 接下來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應用 就是怎麼樣把這個檔案的結果 這個檔案我們可以把它讀進來以後 變成是一個表格的形式 這個表格的形式之後 然後我們再去計算它的這個成績 例如說每位同學的這個學期平均 然後每一個科目的全班平均 最後所有的總成統平均等等之類的事情 這個是很實用的這個想法 因為這個成績的這個記錄 勢必是要存放在這個比較 這一個久遠的這個磁碟檔案裡面 你總不能說這個 我現在把這些資料 key in 進去 算出平均之後 然後我程式一結束 就什麼都沒有了 那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讓程式碼 處理完了這一些成績表格以後 你也算出一些中間結果以後 我們就要把它存到磁碟檔案裡面去 下一次第二次的考試出來 我們可以得到另外一個檔案 然後我們可以讀取這兩個檔案 來比較這個成績的進展等等之類的事情 因此這個程式 score table demo 就在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就是假設輸入的資料檔 它的格式就是這個樣子 第一列是兩個整數 但是用空白來分隔 那這邊代表一共有多少個學生 這個二代表一共有幾個科目 所以如果你把它變成實用的話 像我的班級的話 那這一個學生的人數 可能就是這個60或者是80之類的 然後科目可能就是這個 可能你還有一些其他共識等等 這些科目什麼等等 所以這個是第一列 是要有這樣的一個兩個數字 那這就是所謂的格式 那再來這裡是每一個科目的名稱 所以這裡是計算機概論 跟計算機程式設計 那這兩個字串分別代表科目的名稱 也是使用空白來分開 再來第三列開始是一個學生的資料 那第一項是學號 第二項第三項是分別它的計概跟計程的成績 那這中間也都是使用空白來分隔 同樣的這個我們學生的人數 可能經常在這個變動 所以我們就不去用for的方法來處理這些資料 而是使用while的方法來做這樣的事情 好 那所以我們把這些資料檔案 這個檔案讀進來以後 那我們就去計算每一個學生的總平均 還有每一個科目的全班總成績 那這些平均成績呢 一樣要顯示在螢幕上面 它的之間呢 要顯示到小數第二位 測試的這個例子就像這樣子 所以你當然可以 你去弄一個看起來比較實在的這個檔案 也可以 但是我們測試的檔案的名稱 叫做test.dat 數據之間用一個空白格 這是剛才的這些例子 那它的螢幕的顯示 那就是希望變成這個樣子 學號科目 計算機概論 計算機程式設計 個人平均成績 然後這個是每一個的平均成績 然後每一顆的平均成績 等等 都可以這樣看出來 好 所以讀進來的是這一塊 要算出去的是這一塊 和這一塊 那這樣做以後呢 我們設想一個UML的架構 我們知道剛才的這樣一個問題裡面 它的這個基礎的這個資料結構呢 其實就是score table 一個表格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就是它的M model 另外你的View跟Control呢 那就是你使用一個output function 叫做Display table 把這裡得到的score table抽象的模型呢 送給它 然後它根據表格的結果形成 它所想要的表格的方式 好 那因此在這個score table裡面 我們應該有哪一些這個變數存在呢 那當然我們應該要有說 你有幾個科目 幾個學生 註冊的學號有哪一些 那有哪一些科目 二維正列分數分配的情況 那你要提供的function 基本上就是去計算 每一個學生的平均成績 每一科目的平均成績 另外呢 你可能也需要讀取 一共有哪些科目 然後一共有哪些學號 二維的表格是什麼樣子 這樣Program那邊才可以處理 這樣做的話 主程式裡頭呢 首先就是把檔名讀進來以後 那我們把檔名呢 作為score table class 物件的建構式的參數 所以呢 我們可以利用這種方法 把檔案的名稱 直接給score table的類別 那這類別的建構式裡面 就利用這個file name 然後把裡面的data 建立起來 那建立起來以後呢 那我們再要求 主程式裡面的一個function 叫做Display table 把表格呢 顯示出來 OK 好 那這個就是大概的這個情況 那Display table 我們主要做的事情 那大概就是 把這樣子的輸出的形式 來顯示出來 那在這裡面呢 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在每一個人的科目字串 你把它秀出來 那中間用tabulation 那再來還有就是 顯示學號成績平均 還有各科平均 那因此呢 在Display table裡面 除了顯示這一行以外 它接下去還會顯示 學號成績平均 以及全班平均 寫法上就變成是 類似這樣 那這是變成一個典型的 二維陣列處理方式 只是你要注意到的是 這邊是有一個學生的學號 需要去處理一下 然後把它寫出去 好 那在這裡 所以這樣做的時候 那我們也可以注意到說 他每一次 這一個 處理這個顯示這些東西的時候呢 就是這個顯示這個結果 所以這些都是假設說 這些data都已經拿到了 那這些data呢 從哪裡來 就從你的這個table的物件來得到 就是說這個MVC裡面的 model的部分去取得的 好 那顯示平均這個也沒什麼問題啦 再來是score table class 照我們剛才UML的描述呢 它應該要有這一些成員變數 對不對 成員變數以後呢 那你得要有根據那個UML的圖 我們知道得要有一個建構式 然後得要有這一些屬性 然後得要有計算每一個的平均 以及每一個科目的全盤平均 等等的function 好 那因此呢 這個建構式裡面 這是比較特別的 你要從檔案裡面 去讀取這一些data進來 所以你的第一個步驟 是要讓file跟我們的working memory連結 所以你必須建立起一個stream reader 就叫做input 接下去 我們把每一個學生的成績 什麼等等都處理完了以後呢 那我們就要這個input把它close掉 所以在建構式裡面 你要注意的是 這裡有一個很基本的原則 那你要記得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檔案是在哪一個地方開啟的話 那麼你一定要在這個適當的地方 把它結束 要close起來 適當的地方什麼意思呢 其中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在建構式把它打開的話 那最好就是建構式裡面把它關掉 那再要不然的話呢 你就可能需要寫一個這個解構式 deconstructor 然後就是一個tilt這個符號 還有那個class的名稱這樣 如果是解構式裡面的話 那麼就要擺在解構式那個地方 把每一個檔案都關起來 然後讓其他程式可以使用 接下去這一些呢 就是屬於一些內容處理的細節了 那這裡各位看這個程式碼的話呢 都可以看得懂 那這裡只是要提醒你 我們還是使用一個Split 來把每一列成績區分開來 那另外就是對於成績呢 我們也是一列一列的 然後把它送到二維的模型score裡面去 這個是計算它的個人平均 那麼這個是計算每一個科目的全班平均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介紹完了檔案的讀寫的 這個基本的這個方式 那複雜的檔案讀寫 那就是所謂的serialization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東西就到這個後面的時候再講 關於所謂的錯誤代碼 還有以前沒有物件導向概念的時候 那麼碰到例外的狀況的時候 要如何處理 首先我要說明什麼叫做例外 這個例外exception 是跟程式碼的錯誤error 或者是bug是不一樣的 那麼所謂的例外流程呢 它所對應的這個程式碼應該是正確的 而且呢 這個如果你給它正常的輸入資料的話 它的這個行為應該可以得到這個正確的這個輸出 可是當我們執行這個程式的時候 會有些情況 例如說這個我們的輸入的這個data 它不是在正常的範圍之內 那這種情況之下 它其實就是一種例外 因為你的程式碼如果扣掉 這一種會產生例外的這種data之外 它是可以正確執行的 那還有呢 比方說使用程式的時候 那你臨時呢 需要一個很大的記憶空間 而這個作業系統沒有辦法提供給你 那這種情形呢 也變成是一種這個例外 那所以呢 這個例外是非常規的狀況 同時呢 我們從前面就一直提到 在我們開發程式的時候呢 是優先把這個正常的流程 完成 那一些這個可能 我們會碰到的例外的這個狀況 我剛那時候是說明 我們到後面再來介紹 好 那現在在這裡 我們就開始介紹 這個當我們的程式 遇到這個例外的時候怎麼辦 我剛講例外跟程式錯誤不一樣 如果程式有錯的話 可能是句法 syntax的錯誤 也可能是這個semantics的這個錯誤 那這些都可以透過這個偵測器 以及這個編譯的過程來處理 可是呢 地外的這個狀況 當它發生的時候 因為它的程式碼是正確的 只是呢 這一個它要處理的時候 處理某種data的時候 它所遭遇到的這個狀況 是正常以外的情況 那這種時候呢 我們所要處理的就是 我要添加一些 怎麼樣處理這些例外的這個程式 那處理這樣一個程式的這個概念呢 我從這個檔案的這個讀取這個步驟 來作為例子 來加以說明 前面我們所看到的輸入檔 跟stream reader 連結起來的過程 我們就是只要new一個stream reader 就可以了 對不對 好 那但是new stream reader裡面呢 它其實包含了幾項這些功能 所以如果說未來你要寫這個程式的時候 你的語言相對原始 沒有辦法提供類似stream reader 跟stream writer的這種功能的時候 那你可能要自己去對付這些磁碟檔 那對付磁碟檔的時候 我們所進行的這個步驟呢 是相似的 大家大同小異 那第一個就是把檔案開啟 檔案開啟以後呢 我可以估算這個檔案有多大 檔案多大以後呢 我們在我們的heap space裡面 我們開始allocate 配置一個buffer 然後這裡面buffer的記憶體的大小 就跟檔案的大小大約相當 或者說跟你檔案裡面的一部分 內容相當 這個其實在以前 是很有名的這個作業系統的問題 也就是說 當我們檔案很龐大的時候 那我們要在這個作業系統裡面 如果我們的緩衝記憶配置的跟檔案 一模一樣大小的時候 那會用掉非常多的這個ram主記憶體 那你就沒有辦法做很多別的事情了 可是事實上 我們在使用這些檔案的內容的時候 絕大部分呢 我們只用到了現在所讀的這個檔案裡面的 這個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以前有一種辦法呢 就是把這個輸入檔案 切割成好幾個page 就是頁 那切割成很多個page的時候 那它每一次輸進來的這個內容呢 只進來一個page 只進來一個page 那根據這個page呢 我就可以這個處理這個檔案 某一塊地方附近的這個大小的這個內容 就可以處理了 那一直到說我們發現說 現在要處理的data 跑到這個page的外面 那這時我們才從這個輸入檔這裡 再輸入一個page過來 來做這個緩衝 來做這個處理 那所以像這一種 如果你處理的data都可以放在一個緩衝器的page裡面的時候 你的程式跑得會很快 因為你並不需要這個經常在磁碟跟主機裡面來回 那所以如果說是這個需要這個重新load一個page進來的這種狀況呢 那在作業系統裡面的稱呼呢 就叫做它是一個page fault page fault 產生了 那這一個原則上是page fault要越少越好 這樣你的計程式才會跑計算機的這個系統 才會比較執勤的效率 那因此當我們配置好這邊的這個緩衝器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檔案的內容讀到緩衝器裡面 那這個然後呢 這一個我們就去處理這一部分的緩衝器裡面內容的東西 那你每一次要處理的那幾個那幾列的data 如果都在這個緩衝器裡面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很好處理 好 那因此這些都處理完了 假定你的檔案全部讀完以後 那接著我們就要關閉檔案 好 所以如果說我們要建立起這個檔案的連結 並且把它的內容讀到這個heap space裡面的話 那這個過程會有這樣的一個步驟 那這些步驟裡面每一個步驟都可能出錯 所以呢 這個我們有的時候在出錯的時候呢 我們只知道計算機停了 那停了以後我總該知道說是為什麼停的嘛 對不對 好 那因此呢 這個比較低階的系統 或者早期的這些東西呢 它就會設定說我們有一些錯誤的代碼 它叫做error code 那所以呢 這個error code呢 它的數值就分別代表不同的例外狀況 我們現在這個程式跑完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說它return一個0 有沒有 zero 那就表示說程式有正確的跑完 可是如果不是0的是其他的數字的時候 那就表示說在程式執行過程裡面 發生了一些例外的情形 那它的例外的是哪一種例外 它給你一個error code 你就可以知道說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 那因此以剛才我們所說的 這個檔案的處理過程裡面的話 處理每一種這個例外的狀況的話 這個是這個最簡單的想法跟寫法 就是如果 因為第一步是檔案開啟 那檔案開啟可能開成功 可能沒有成功 不成功的話 它的error code就等於1 然後就離開 可以順利開啟的話怎麼辦 那就決定檔案的大小 那檔案的大小這裡也可能會出錯 如果說它沒有出錯 如果出錯 那error code就變成是2 但是如果說檔案大小可以決定沒有錯 那這時候我們就配這個buffer 那配buffer的時候檢查 這個buffer如果沒配好 那code等於3 如果有配好的話 我們就把檔案內容讀到buffer去 那讀到buffer裡面 如果不正常結束的話 那這個碼就是4 然後離開 那接著最後就是沒問題了 關閉檔案 那關閉的時候有問題 那就是5 離開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會準備一個錯誤代碼的表 那這個表裡面 它就告訴你說 這一個 每一個碼它分別代表的這個錯誤情況 例外情況是什麼 好 那因此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使用這個錯誤代碼的方法 那這種方法是非物件導向的寫法 所以在這個物件導向的語言出現之前 我們要處理這些例外狀況的話 大概就是要用這種方法 那這個方法我們立刻可以看出一些麻煩 因為這程式碼就變得很難看 因為你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關卡會岔開來 所以這個程式碼在做一些什麼事情 不是那麼容易理解 因此我們可以用比較單純的方法來寫 就是我不要用一堆的nestedif、else 因為nestedif跟else的話 讀起來是很不好讀的 好 那我們就是說我們就在每一個步驟的後面 檢查它有沒有順利完成 沒有順利完成的話就給這個error code 然後離開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正常流程有比較好看一點 可是呢我們也看到它的一個問題 就是這一些異常情況的檢查 它會interleaf就是在正常流程裡面穿插 所以使得說正常的流程呢 看起來呢也不是那麼好看 比起剛才那種寫法已經是整齊的多了 可是呢這樣的一個寫法呢 例外處理的程式碼還是混在正常流程裡面 那對於閱讀這個程式跟這個debug呢 還是不太妥當 好 那因此呢 這一個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它的主要缺失 就是正常的流程呢 會被例外處理中斷 所以正常流程不容易看出來 在閱讀跟偵錯裡面就是比較麻煩一些 那再來就是說如果你的這些 例外處理的東西很長的話 檔案裡面讀懂它什麼意思 你就要去經過很多的這個調整以後 你才可以讀出它的這個流程是什麼樣子 物件導向的概念有了以後 那麼就有人提出了這種所謂的Exception的這種方法 那現在這種處理的方式已經是非常的普遍 所以大概比方說Java或者是這個Python等等之類呢 都把這樣的一個例外處理的機制加在裡面 讓我們看一下它的方法是什麼樣 好 那麼如果我們使用物件導向的這個處理方式的話 那剛才的這個檔案開啟過程呢 它的這個處理方式呢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是現在這裡所看到的程式碼 那在這個程式碼裡面呢 你注意到我們使用一個tri一對大瓜糊 那麼tri它的大瓜糊裡頭 所包含的就是程式的正常流程 正常流程裡面 它的任何一個步驟 如果有產生例外的話 底層的系統呢 會把它所發現到的異常狀況呢 把它相關的參數內容呢 包裝起來變成是一個例外的物件 這個物件class裡面呢 可以儲存有關於意外狀況的電腦裡面 狀態的數據 把它包裝起來 接著我們就可以看 後面這裡有六個catch的情形 那麼每一種你所包裝的 這個extension的內容呢 那我們可以 依照它的這個內容呢 把它變成是這個各種各樣的 這個例外物件 換句話說如果碰到的例外 是檔案找不到的話 那我們就把檔案找不到 這樣的一個概念 配合它需要告訴程式設計師的訊息 把它包裝成為一個叫做 file not open class裡面的一個物件 叫做1 如果它丟出來的例外物件 是一種file not open的class的話 那它就在這個地方去處理檔案沒有找到的 例外的狀況 如果說我們可能是檔案大小沒有辦法決定的話 它也一樣把你包裝成一個叫做 size not department的物件 然後給你一個它的物件 然後它這裡頭有包含各式各樣的參數等等 因此在這裡你就可以在處理這個exception 使用這樣的一個方法 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這種例外產生的這種情況呢 在我們使用這種try catch的這個概念裡面 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把程式碼的正常流程 跟這個意外的處理區分清楚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寫法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優點 它的正常還有異常的處理程式碼 它可以分離 而且就容易去了解跟偵錯 另外當系統要產生一個例外物件的時候 它會把電腦系統裡面 相對應到的偵錯所需要的訊息 包裝在這個物件裡面 所以當你抓住一個某個例外物件的時候 你會從裡面找到你所需要的 這些處理的這些參數來應用 再來就是說這個例外的這個處理 在這個物件導向的物件裡面 它的例外是一個階層性的 這個繼承的這種架構 我們等一下就會看到它的架構 因此我們很容易的 從這個架構裡面 繼承適當的例外的class的物件 因此exception的這些物件 我們並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去處理它 這裡就舉一個例子 來說明怎麼樣使用try catch case 這裡有一個簡單的程式 那麼當你從console輸入一個數字的時候 它把這個數字變成是integer 然後它用5去除以你所讀進來的數字 那麼這個程式碼並沒有錯 而且你如果輸入的除數呢 它不是0的時候 這個程式也運作得很好 沒有問題 可是當你的除數裡面 你輸入的是0的時候呢 result等於5除以0的這個地方 電腦的系統它就會偵測到了一個錯誤 因為沒有辦法除以0 在它的內部的運算的電路裡面 它是沒有辦法除以0的 那麼因此在這種情況 系統就把這個它所遇到的這種情形包裝起來 而且它會知道這個是因為不能夠 因為除以0的結果 才會產生這種例外情形 因此在這個地方呢 它就會產生出一個extension的物件丟出來 那丟出來呢 因為這裡沒有try跟catch 所以Program這個class呢 它沒有辦法處理它要丟出來的這個物件 那這丟出來的物件到哪裡去 就跑到作業系統裡面去 那因此呢 如果輸入0的時候呢 例外物件跑到作業系統 因此作業系統裡面就把你的console這裡呢 出現了這一行的說明 它說我們遇到了沒有能夠處理的例外狀況 那這個狀況是什麼產生的呢 是system.divide by zero exception 所以它是沒有除以0的這一種exception 然後中文的說明是嘗試以0除 就是用0來處理這個數字 那後面呢就告訴你說 這個exception在哪一個地方 第幾行什麼地方 那發生的 所以它會告訴你是在這一行 產生的這一種例外的這種狀況 好 所以這是最簡單的情況 那如果我們呢 希望我們這城市呢 再碰到這些例外狀況的時候呢 能夠叫做degrade gracefully 就是優雅的出錯 那怎麼叫優雅的出錯呢 就是說你會告訴這個使用者說 現在出現了一個例外的狀況 但這個例外狀況是我之前有構想到的 有設想到的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結果秀給你看 那這表示我的城市會處理類似這樣的例外 我不會把這個系統呢 當機然後讓你呢去找半天不知道錯誤在哪裡 所以這裡就是我們使用一個catch 使得系統則是fail 但是是gracefully的fail 那我們來看 我們就把剛才的這一段程式碼 放在tri大瓜湖裡面 那麼這個就是正常的流程 在這一段程式碼裡面 我們預見到它有可能出現除以0的情況 那麼因此在除以0這種情況呢 我們在這裡 我們其實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它 那所以我們準備了一個catch 專門去攔截這些例外 那麼所有例外負類點就是exception 所以如果你抓的是exception的話 就是你通抓了 各種各樣的exception全部都要抓得到 好 那因此任何一個exception產生 都會在catch範圍裡面去處理到 那所以它一定會丟出一個exception 然後我們就抓住這個exception 那抓住這個exception以後呢 那我們就是告訴使用者說發生例外 那它的原因是什麼 那這個原因就哪裡來呢 就是從exception的物件1裡頭 去選擇它裡面的主信message 然後把exception所附帶的訊息呢 給顯示出來 那後面呢 我們還甚至可以得出來說 它的呼叫的堆疊是什麼樣 換句話說 在你呼叫這個方形之前 是在執行哪一個方形 那執行那個方形之前 又是執行哪一個方形 這個叫做呼叫堆疊 所以從這裡你就可以去找到說 我的這個例外是在什麼情況產生的 好 所以這些東西呢 就是告訴你呢 這個exception它裡頭包含很多這個訊息 你可以應用的 那這個由你來考慮怎麼做這個事情 再來我們再看另外一個try catch 在這裡呢 我們是在一個do loop裡面 處理剛才這個問題 我們在輸入全班同學的成績 那在輸入過程裡面呢 可能要算平均的時候 結果我們輸入不小心把0輸進去 所以使得它算平均的時候 會處理0 如果你不加以使用try catch的方式 去處理的話 那我們可能會在辛辛苦苦 輸入了49個同學的成績之後 在第50個同學的成績弄錯了 結果呢 在那個地方產生一個exception 然後因為我們沒有處理它 所以就變成是這個跑到系統裡面去 然後跳出來 把你的程式給當掉 那那種情況 我們是希望能避免的 所以這裡呢 我們就假設說 我有一個do while的回圈 只要有檢查到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們把它處理過以後呢 還是讓它回到回圈裡面 繼續去處理 這樣給使用者有一個在loop裡面 可以更正輸入錯誤的機會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它要你輸入一個除數 這個除數呢 如果是正常的話 那這一部分就成功結束 成功結束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離開do while的回圈 繼續走下去 當我們的程式需要使用者 從console輸入東西的時候呢 那我們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處理它 那確認說它處理的內容 是在正確的範圍之內 因此呢 我們用一個success奇標 來檢驗進來的結果是否正確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假如有任何一次 它輸入的是0的話 那它在5除以0這裡 就會產生error 變成是一個divide by zero的exception 好 那因此我們就警告它說 不可以除以0 同時把exception的訊息印出來 好 那當然我們可能有其他種的error 例如說在這地方輸入的時候 假定輸入的東西呢 你不小心按到了文字鍵 所以呢你所得到的內容 你要pass成整數的時候就造成問題 所以在這種用有文字情況之下的整數 在pass的時候呢 它會丟出一個物件 這個exception 物件呢叫做format exception的物件 那因此我們也可以去catch它 然後呢來要求說碰到一個形式上的錯誤 那那種情況之下 success就不會是true 所以不管是哪一種exception 只要有抓到任何一個exception 它都不會執行這最後的success等於true的步驟 所以會使得success奇標呢是false 那因此當我們經過了這些tri-catch以後呢 它會檢查說success奇標是否是否定的 那所以如果是沒有成功的話 表示它產生了任何一種exception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要求它再試一次 再試一次它就回到while這邊來 然後繼續再要求它輸入這樣的東西 所以如果前面我們提到過說 如果你想說這個使用者可能會 種種輸入不一樣的東西 不應該錯誤的這個輸入的時候 你要處理它的這個正確方法 其實是要靠這個 那以前我們這個function的這個寫法的時候呢 那我們可能都是用一堆if去這個回圈裡面去判斷它 那其實是不太好 用這個是比較好 那同時呢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還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exception呢 前面這裡的format exception 或者是divided by zero exception 那這些都是exception這一個class的值類別 那因此呢我們把值類別排在前面 所有的負類別擺在最後面 那原因就是因為計算機在執行catch檢查的時候 它是由上而下一樣一樣的檢查 所以如果它一開始就查到是format exception的話 後面這些catch都不必做 如果說format exception不是它跳過去 結果就要檢查divided by zero 那如果是檢查到也是divided by zero的話 後面也不用看 那如果說它的exception出來了 可是也不是format exception 也不是divided by zero exception 那它就會進到catch all 就是所有東西如果真的都有意外的話 就在這個部分去處理 好 那因此原則上 寫這種catch敘述的時候 你所要抓取的例外物件 它的這個負類別要放在最後 然後值類別放在前面 那因為你如果把負類別放在最前面的話 那它一開始就發現到說 它被這個exception抓到了 那它就這邊就處理掉了 所以那時候你也就沒有辦法去注意到 它是不是format exception 還是這個divided by zero exception 所以這個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可以嘗試看看 把我們前面寫的file demo修改一下 然後去檢查說 如果這個檔案不存在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例外 你就必須採用一個 try跟catch的敘述 處理這個例外 那這個例外你抓到以後 把它的訊息印出來以後 程式就把它結束掉 那我們剛剛提到過 物件導向的這個處理 這個例外的這個方式 我們剛剛講的五個概念 第一個是例外的物件 我們講過了 第二個是try 我們講過了 第三個是catch 我們也講過了 好 還有兩個 一個叫做throw 一個叫做finally 好 我們先來看throw throw的意思是什麼呢 throw的意思是說 假如你是在一個function裡面 產生了這個例外 結果這個例外你覺得說 在我這個底層的這些function裡面 他不適合處理這樣的例外 那這時候你可以把這個exception 再往外拋 那就會由呼叫這個韓式的程式 去處理這樣的一個exception 所以就等於說 如果類比為現在社會的這種情況的話 那就是說假定在這公司的這個階層結構裡面 那麼這個底層的這個銷售員 如果發生這個什麼客戶有什麼 他沒有辦法處理的這個困難的話 那他就必須回到公司 把他的情況上報給他的長官 然後讓他的長官決定該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這裡的情形也是一樣 當我們的這個function遇到某些困難的時候 exception的時候 那麼他沒有辦法處理的話 我們就把他重新拋出來 然後由他的長官 也就是呼叫他的這個程式去處理這件事情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樣的一個例子 所以例如說在這裡 所要執行的正常敘述只有一行 就是要求從file name due給test 結果呢再把它assign給answer 主程式裡面為了預防這個敘述 裡面有任何樣的exception拋出來 所以呢他在主程式裡面也用了一個catch 而且把所有其他可能的exception 全部都攔住 然後如果有exception跑得真的話 我們就會出現這一行說主程式捕捉到例外 test裡面它有可能產生exception 它的正常流程是這個樣子的 利用file name打開一個stream reader 然後從裡面讀取一個數字number 拿著的number用5去除得到這個result 算出來以後就把input關掉 result5除以什麼數的結果 傳回主程式 所以這個程式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可能出錯 這個地方可能出錯對不對 好 那如果是在這一個這個地方 如果在讀取內容的時候發生錯誤的話 那它會出現一個general的exception 叫ioexception 不過這ioexception它還是這個繼承這個exception 所以它的負類別是exception 好anyway如果是io出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是這個catch它 ioexception 那ioexception呢 所以我們就要把這個訊息做一些處理 那我們就先印出來說 我的test抓到一個io例外 那內容訊息如e.message所示 好 那接下來呢 這個exception呢 我們認為說它沒有辦法處理 假設它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它要把這個exception呢 再丟出去 再丟出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這裡預告說 我把這個例外呢 重新再拋出去 拋出去以後呢 就使用一個flow1把exception拋出來 所以這個pulseline以後 我們的主程式這個地方就會去接住這個exception 然後它就說明主程式抓到這個例外 這樣一個步驟呢 我們就可以看得到output就會是這個樣子 首先是這個部分嘛 輸入這個檔名對不對 好 接下來是呼叫test 結果呼叫test的時候呢 就產生了一個ioexception在這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就是test抓到io例外 那這個例外是什麼呢 是找不到檔案 所以當它接下去 他說把找不到檔案的例外再拋出去 再拋出去以後 主程式這邊抓到了 所以你看最後一行的敘述呢 就是主程式抓到這個例外 找不到檔案 所以這個東西出現以後 最後就結束了 所以就按按鍵繼續 所以這個是flow的這個概念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們剛剛講這個例外的五個概念 對不對 例外的物件 然後try 然後catch 然後throw 現在看最後一個就是finally 那finally是這樣子的 因為在我們使用這種try跟catch的時候 我們可能把這個error的exception抓到以後 把它處理掉或者是把它拋出去 在這個處理掉之後或者是拋出去以後 程式碼就會回到這個上一個呼叫的程式去 那在你這個底下的這個程式呢 如果它有一些需要收尾的工作 應該要完成的東西 那因為你把這個exception抓到以後 然後跳回上一層的這個程式的話 那以至於你的收尾的動作沒有辦法去完成 那這樣子就不好 那什麼情況呢 我們舉一個例子 這個地方有這樣一個task的例子 在這個function裡面 它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是要開啟檔案 然後建立去reader 接下來我們把檔案的內容讀進來以後 可能用5去除 好 那用5去除以後呢 我們可能呢 就去catchexception catch以後 可能我們又throw這個exception 所以它就回到原來的主程式上面 那這樣子有什麼問題呢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test裡面 它打開了一個stream reader 但是你抓到exception的時候呢 跑回去這個主程式 可是在這個test的程式 如果正常執行的時候 是會把這個stream reader關閉 然後讓這個檔案可以讓別的程式使用 可是現在因為你抓住這個exception 然後又把它丟出去了 所以使得說 這一個你剛才開啟的這個檔案 它沒有辦法關閉 然後就跳出去 那這個地方就造成問題 那麼為了預防這一種情況發生 所以這一個物件導向的這個設計呢 它增加了一個叫做finally的這個概念 finally概念就是說 不管你是正常流程還是異常的流程呢 它都會當要離開這個function的時候 都要先到finally這一邊來執行 OK 好 那因此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問題呢 在我們讀進來的東西是零的時候 它會發現一個被零除的exception 它可以再把它拋出去 但是再拋出去 回到主程式之前呢 它要進入finally的區域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裡我們有一個程式秀說 test進入finally區域 它還會把input給關閉 這個是很好的一個寫法 所以不管你有沒有發生例外 你總是得要到這一邊來 然後把open的StreamReader呢 把它關閉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file才可以在別的地方 被別的程式來使用 OK 好 那因此這個地方 我們把input close以後呢 程式就比較正常 不會有問題 finally結束以後呢 我們就回到 either是return這個result 或者是在這一邊呢 slow以後 回到前一個程式這裡 由這裡的catch 處理exception 它雖然寫說拋出例外 可是它要先到finally裡面 把檔案關閉以後 然後才離開finally 那離開finally以後呢 它就跑到這一邊來 因為這時候它拋出了一個exception 那這個exception就在這個地方被接到 我們就印出主程式 捕捉到例外 表示說我們抓到的是一個 用0做除樹的這樣一個例外的情形 OK 好 那這個就是finally的概念 所以這個物件導向語言裡面 那麼例外處理的五個重要的基本觀念 就在這裡 就是這個例外的物件 try catch slow跟finally 那接下來我剛才一直提到說 這些例外的物件 它們的繼承關係 有一個階層的結構 所以你在寫catch敘述的時候 要把這個最底下的子類別 寫在最前面 以免說它這個exception會被掠掉 好 那我們先來看 這個exception裡面的這個繼承關係 是這個樣子的 好 那麼最上端的負類別是exception 就是所有例外物件都是繼承至exception 那就好像我們的這個catch語言裡面 所有的class都繼承至system裡面的object 一樣的概念 所以在這裡所有的exception 都繼承這個exception的這個類別 那麼這個exception的類別呢 那接下來它可以分成兩支 其中一支就是systemexception 那麼systemexception就是這個系統裡面 會抓到會產生的這一種例外 類別呢 那它把它叫做system的exception 那另外那一邊是applicationexception 它就是一個可以讓你從這個地方 繼承利用多型的方法 來產生你自己的exception的類別 這一部分是預備開放給程式設計師 設計制定exception的類別 那系統的exception呢 那很多 那我這裡只是簡單畫了其中的五種 那其實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那你要知道有哪些exception 就可能呢 到csharp的官網 或者是你自己嘗試以後 知道它丟哪一種exception 你再去處理它 所以你看比方說io的exception format exception 數學計算的exception index out of range的exception 就是正列它的index 超過你所宣示範圍的那種exception 舉證的這個index 那如果沒有檢查好的話呢 就可能跑到這邊來 就看到你會出現一個 這個out of range的這個index 那還有呢 比方說nual reference exception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參考 但是這個參考呢 沒有指到任何一個這個變數的話 那就是一個nual reference 算數的exception 那就可能包括 我們剛剛看到的 divide by zero exception 對 除以0的 然後呢 not finite number exception 也就是說 你計算到的一個無窮大的數值 那這裡就是會產生一個沒有辦法處理的exception overflow的exception 就是你所產生的這些數值呢 超過了電腦能夠承受的範圍 那這裡有一個例子告訴你怎麼樣使用這個制定的exception 所以例如我們現在要處理一些學生的成績 這個時候我們會有學生這個class 那這是在model的部分 那這學生在處理的時候呢 他的成績我們假設是0分到100分 所以如果說這個輸入學生成績的時候 他的分數變成負的 或者是超過100分 比方說105分之類的 那這時候呢 我們需要這個程式碼通知我們這個exception產生了 那我們要去handle這樣的一種例外情況 那這種情形呢 於是我們就自己設計了一套這個exception 就叫做grade out of range exception 就是說成績範圍超出我們設定範圍的這種例外 那當然這個例外呢 這個系統不會給你 因為系統他根本不知道你的grade 是在多少分之內才是正常 他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自己設計我們自己的exception 好 那這個exception呢 就叫做grade out of range exception 分數超過範圍的例外 那這個是一個自訂的例外 所以他必須繼承application exception 那他才會被系統抓到 然後丟給你處理 所以這一邊是關於學生成績處理的部分 那麼左邊這一邊呢 就是主程式 那我們要去處理他有多少學生 每個學生怎麼樣 好 那因此呢 這個程式的寫法就像這個樣 建立起一個成績表格 每一個成績表格呢 都是一個student class物件 每一個物件裡面有一個學號 有一個分數 第一個學生B645330 分數是90分 那這個是設定table0是這個樣子 那table1的話呢 那就是B645331這個學生 他的成績102分 好 那這一定是有問題 這個要不是學霸的話 那就是登記成績的人發生錯誤 好 那再來呢 table1然後table2跟table3這個樣子 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從student裡面呢 檢驗建構室裡面成績 那這個成績呢 如果是負的或者超過100的話 這個學生的成績就不要去處理他了 做成是一個例外的情況 把它丟出去 所以我們就throw一個exception物件 就是這個grade auto range exception 在組成是這裡 他就要先去抓住我們所寫的特殊的exception 再來才是其他的exception 那這裡呢 因為我們也有一個表格的陣列 所以他也有可能產生index超過range exception 所以這裡就用幾個catch去抓取這些例外狀況 好 那因此呢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的定義的exception grade auto range exception 可以看到他繼承application exception 然後他能夠有什麼訊息呢 那他的訊息就是學生某個學號 他的分數多少分 不在0跟100之間 把它做為他的message 那同時你就必須要附寫 附類別那一邊的toStream 其實這個是system.object function 我要把它override掉 變成是我們這裡的message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呢 我們使用的這個自己定義的例外的類別呢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這個多型處理的一個例子 好 那這裡各位有一個練習 自己去處理看看 就是如果要求是正方形的編長 那如果他是負的時候 那就可以throw一個我們自己定的物件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今天是我們本學期的最後一次上課 那麼我們預計今天可能用一堂左右的時間 把上一個禮拜沒有介紹完畢的檔案讀寫 跟例外處理說明清楚結束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到最後一個單元 最後一個單元就是collections 也就是一些資料結構的應用 那我們預計把它上完 好 那我們先看這個檔案讀寫 跟例外處理的沒有講完的這個部分 在上一週我們介紹了這個檔案的讀寫的方法 怎麼樣去開啟一個檔案 然後建立起這個Reader和Writer StreamReader跟StreamWriter 那以便把這個檔案的這個內容 然後取出然後寫到這個作業系統所控制的 這個HeapSpace的這個記憶空間 好 那麼在這個處理檔案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那麼經常會碰到一些這個例外的這個問題 比如說你想要打開的檔 並沒有在你所指定的這個檔案夾的位置 或者說這個記憶空間不足等等的這個問題 這些問題在以往都是使用一些錯誤的代碼 來這個處理 並且來告訴這個使用者 你應該是犯了什麼問題 但是使用這些錯誤代碼的時候 我們發現說它會讓你的這個正常的流程 和這個例外處理的這些部分 這個會這個夾雜在一起 然後這個程式碼不容易讀 也不容易維護 那麼所以呢 這個在物件導向這個概念有了以後 那我們就採取所謂的Exception的這個物件處理方式 也就是說 當我們處理一段這個正常流程的程式碼的時候 那麼中間如果發生任何的這個例外的這個情形 那麼我們的這個系統 它可以拋出一個包含有錯誤的例外訊息的這個物件 我們就叫它做Exception的這個物件 叫做例外的物件 那麼因此呢 這個為了處理這個例外的物件 我們使用這個Try跟這個大瓜糊 把正常流程包起來 然後在這個正常流程之後呢 我們使用這個Catch去接住這些例外的物件 那麼如果我們這個在Catch裡面 或者是當我們的程式盤式裡面 不能夠處理這些例外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把它再拋出去 讓這個上一層的這個程式碼去處理 那就是Throw 那麼同時呢 在例如這個檔案讀寫的問題裡面 那麼當我們拋出這個例外的時候 可能呢 我們並沒有來得及把這個打開的檔案關上 使得說別人不能夠使用你這樣的檔案 那為了這個處理這種問題呢 我們就規定不管程式是正常執行結束 或者是這個Catch的這個處理以後 在它還沒有回到上一個呼叫的程式的時候 我們可以使用一個叫做finally的這個敘述呢 來這個要求這個計算機 在這個離開拋出這個物件的這個程式之前呢 要先完成一些所需要的這些步驟 就是finally 那因此這五個觀念呢 就是使用物件導向的觀念 處理例外狀況的五個基本觀念 那後來我們又提到了說這個例外的這個名稱 那還有它所包含的訊息 可以是針對某一類的特殊的這個例外 所以例如說我們在程式碼裡面 如果出現一個除以0的這個狀況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拋出一個除以0的這個例外 那它的那個例外的這個是繼承至這個Exception這樣的一個負類點 那然後呢這個名稱還有它裡頭的訊息呢 會包含有這個除以0的這樣的一個訊息在裡面 那另外呢這個如果要處理你自己的這個程式 然後假定你的這個程式裡面 它也有可能拋出某個你沒有考慮到的例外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自己去定義一個這個Exception 那讓這個Exception呢 去繼承一個叫做Application Exception的這個負類別 那那個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這個用自己定義的這個類別物件 去取代這個系統提供的這個例外的這個物件 好那所以呢這個在上一次 那個我們大概就講到這個第四節這個地方 那今天要繼續講的東西有三個 那其中一個就是說Try跟Cat敘述呢 它可以形成槽狀Nest的形式 那另外呢我們也要提供各位在檔案命名裡面呢 讀寫的部分所有的class以及例外類別呢 都放在Namespace System.io裡面 有了這個System.io裡面呢 它還提供一些功能 那這些功能呢其中有一個 就是可以幫助我們將物件序列化 那什麼是物件序列化呢 簡單的講就是說 當我們的這個程式執行的時候 那我們所產生的這個物件的內容 我們希望把它寫到磁碟檔裡面儲存 以便下一次這個執行的時候可以取用 那這樣做的時候呢 我們勢必要把一些物件寫到磁碟檔去 可是我們曉得這個物件的結構本身就可能是一個 相當複雜的這個內容 所以例如說這個某一個子類別的物件 它上面可能有兩三層的這個負類別 那對於這個子類別的這個內容 要寫進檔案裡面去的時候 你必須還要考慮到它的負類別裡面的 這個成員變數的內容 也應該要寫到這個檔案裡面去 所以為了讓這個我們程式設計師呢 可以很容易的這個就讓電腦把我們產生的這個物件寫到磁碟檔去 然後我們自己不用去傷腦筋去處理這些物件類別裡面的 這個成員變數和負類別的成員變數之間 他們都要存起來的這種問題呢 我們就丟給這個計算機來進行 那這樣的工作就叫做序列化 Serialization 那麼讀取這個物件的時候呢 就是顛倒過來 叫做Desealization 去序列化 好 那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今天就從第五節的try跟catch來說明 所謂潮狀的try跟catch test 測試的程式呢 輸入的參數是一個檔名 我們需要從這檔案裡面讀進來一個數字 然後拿這個數字呢 除5 結果如果正常的話 讀到的數值不是0的時候呢 那test這個function會正常的結束 就回到剛才這一邊的主程式裡面去 因為主程式裡面呢 就是你輸入檔名以後 讓test裡面去開檔、讀檔、除以0 這樣的一個工作 好 所以你如果說這個一切都正常的話 你會回來這裡 然後直接就告訴你說 這個5除以那個數字的結果是多少 對不對 好 但是呢 為了這個防止這個中間 可能產生一些例外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使用try跟大瓜糊 把整個test裡面有關的部分合起來考量 這一部分就變成是正常的流程 但是注意到一點 如果說我們把問題拆成兩部分 第一部分是這個檔案的這個開啟有沒有發生問題 所以檔案有沒有發生問題呢 我們把它放在try裡面的第一個敘述 接下去從這個檔案裡面讀取它的內容 用5去除它 所以這是另外一段我們要執行的程式碼 當然我們可以就是把這些都寫在一起 只用一層的try跟catch和final都可以 好 但是呢 這個我們顧慮到這個 我秀一個例子來說明這種nasty的情況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第一段的建立這個stream reader 這個部分呢 我們把它跟這個其他正常執行計算的部分分離出來 所以我就先這個讓這一部分去檢查它有沒有發生問題 如果在這個讀檔案的時候就發現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會去catch它的exception 然後離開 另外除以0這一部分呢 我們另外再去處理它的catch的這個部分 好 那因此呢 裡頭這個部分呢 如果說這個是內層這一邊出於問題的話 假定它是除以0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去擋住它 在內層的地方如果有問題的時候就會catch這個exception 然後當它離開進到catch裡面執行完了以後 它要回到test上一層的程式man的時候呢 那麼它要先到finally這邊來 那finally這邊來的時候呢 那它就會寫出來說 它內層的這一部分出現問題 然後它執行完了catch以後 到這邊finally來 那到finally這邊來幹嘛呢 就是要把input reader呢 要能夠關閉起來 就說明檔案關閉完畢 catch就離開了test的這個程式 那就回到這一邊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呢 如果是在內層裡面出現問題的話 那這裡我們所看到的程式碼呢 它會進到內層的tricatch 然後在內層的tricatch裡面抓到例外 然後把它拋出來 所以回到man這邊來 那在這個拋出來的時候呢 它可以把檔案關閉掉正常的結束 但是呢如果說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檔案的讀取就發生問題的話 StreamReader呢還沒有這個開起來 對不對 因為這邊就出問題的時候 來到這裡的話 這表示說你的StreamReader 沒有能夠開啟檔案成功 所以你沒有必要去關閉這個StreamReader 這個input 那因此呢你只要catch這個東西以後 那我就直接離開這個test的這個function 回到主程式去 那因此主程式裡面外層的時候 就捕捉到例外 這個例外是什麼呢 是找不到檔案 StreamReader呢就沒有辦法開啟 所以當我們在寫這些 讀取檔案程式的時候呢 那麼在類似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是有必要使用這一種nastic的這個try跟catch 也就是說這個 如果你檔案有開啟的話 那麼你一定要進入某一個finally 然後在離開這個方選之前 要把StreamReader呢給關閉掉 可是呢 如果你這個檔案呢 StreamReader一開始的時候 就沒有能夠開檔成功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就不需要到finally這邊去把這個關閉 對不對 因為StreamReader根本沒有開啟成功 所以你沒有辦法close它 所以你必須要在外層的這個try裡面去顯示這個情形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不必要做這個input.close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因此你就可以理解到像這種這個情況的話 那我們是有可能呢 必須這個使用兩層的這個catch 假想你是教務處資訊室的這個程式設計師 那麼你要這個寫一個程式 讓這個老師們可以輸入這個學生的這個成績 那當然現在我們在Sabre上面呢 都是使用這個圖形使用介面 然後這一個比較容易去處理這些資料 但是在以前這個沒有這種GUI的這個概念的時候 那我們還是有必要來處理歷事項這個學生成績 這樣的一個這個建檔的這個過程 甚至在以前比方說這個某一家公司 他今天這個銷售的這個資料總和 那你也是得要一個主檔 然後有這個update的檔 然後還要進行兩個檔案的merge 類似這樣的工作 所以以前這個念商或者是管理的同學 他們所使用的這個程式 比較多的是這一種資料庫的建立 還有這個更新 還有這個維護等等之類的這個工作 那我們現在就假設說 我們要建一個資料庫 要為他裡面的資料建檔 讓老師們一個學生一個學生 把他們的學號科目成績等等寫到檔案裡面去 那寫到檔案裡面去才能儲存嘛 對不對 那儲存以後你才可以再把它印出成績單啊什麼等等之類的 那這當然現在講起來有點過時 因為很多東西現在都在網路上進行 那可是這個我們還是有一些情況之下 我們會需要寫這一種建檔的這個程式 那就是說如果你不是這些文字的這個資料的話 那可能你要做的事情 例如說寫一個程式去把一個音樂的這個內容轉成一個聲音的檔案 或者是把這個影像轉成是Image的檔案這些東西 那在這些東西的時候呢 這個聲音內容的這個轉成這個數字存起來 還有把這個Image的這個影像轉成是這個二鏡位的這個Data 然後儲存起來 那這些呢所做的事情其實都是在做這個建檔的這個工作 只是說他這個建檔的時候呢 他所儲存的內容是要經過一些這個多媒體訊號的這個處理的專家們 使用特殊的這些數學的演算法 然後呢將這一些這個我們看到聽到的聲音 或者看到的影像轉成是這個二鏡位的這個檔案 然後儲存在這個磁碟檔裡面 那這個轉成是磁碟檔的過程裡面呢 那當然就會有一些格式上的這個要求 那所以呢你就可以了解到為什麼這個我們Word會有什麼DOC檔 然後呢PowerPoint會有什麼PPTX檔等等 簡單講就是說他的這個不同的副檔名 就會代表說這個他儲存的這個內容呢 是屬於某一種特定的這個格式 而這種特定的格式呢 則是需要某一些特定的這個程式碼去解讀 然後這個呈現或者是這個寫到磁碟裡面記錄起來 好 那因此這個建檔程式的這個概念 他其實不只是我們這裡這樣子的一個簡單的 用文書處理的方式來處理而已 而是說這個當我們需要把某一些這個訊息 儲存到這個磁碟檔裡面去的時候 那我們都等於是要做一個建檔的這個程式的設計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假如說這個只是讓這個使用者key in這些資料的話 那如果是使用這個console主控台的話 那你要考量的事情可能就是你有好多筆的資料要輸入 那因此為了增加正確性 所以我們當使用者輸入一筆資料以後 我們就要讓他echo給使用者看 讓他確認沒有問題以後 再讓他輸入下一筆資料 可以避免使用者可能已經清一大堆以後 忽然之間發生錯誤的時候 結果被用exception丟出去了 那先前所key in的東西就都沒有用了 那這就是比較大的問題 OK 那這個是如果你使用這個console建檔的時候 大概就會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你可以改用這個 我們上課教過的GUI的方式 來讓使用者建檔 就參考我們前次所說的那一種table表格的那一個處理方法 然後你在裡面增加那個寫到磁碟檔裡面的這個功能以後 那就可以這個利用這個GUI的方式 來這個建立這個建檔的程式 好 這個我們就不提 我們來看一下如果是console建檔的話 那它的這個正常流程大概是如何 好 那第一步當然我們要建立一個 可以把data寫出去的stream writer 那接下來我們要讓使用者先決定說 有幾個科目有多少學生的資料需要處理 那接著假想你再建這個表一樣 所以你要要求使用者輸入科目的名稱 接著讓使用者一筆一筆的把學生的學號和各科的成績都輸入 並且在這中間使用echo的方式來確認使用者輸入的資料正確 輸入完畢以後 那麼就把串流寫出器 writer把它關閉掉 螢幕的輸出 那大概就會是這樣 你看先指定輸出的檔名是scores.dat 那麼有三個學生 兩個科目 那這個輸入完以後 電腦就echo並且要求使用者確認說 學生有三人 科目有兩科 然後正確請按y 那麼如果錯誤的話 按n或者是小寫的n 那如果他的回覆是小寫y的話 那表示學生人數跟科目數字沒有錯 那可以繼續進行下去 那你可以想見這個跟我們平常用什麼東西很像呢 就是這個打電話的 比方說打電話找那個信用卡公司服務的時候 或者是打以前的一些總機的時候 那他常常會問你說你要找我們 那你要如果是第一個業務請按1 第二個業務請按2等等 所以你可以想見這裡這個想法 就跟你使用這個電話的這個自動的這個回覆器 來處理顧客的這個需求是一樣的 幾乎是類似的情況 好 那因此學生人數科目人數量正確以後 那我們要求他輸入科目的名稱計算機概論 那如果正確就按yes 否則就按no 那第二個科目呢是計算機程式設計 好 那接下來就開始輸入每一個學生的成績 那先輸入學生的學號 然後他的各科成績 然後他就顯示出來他的結果 然後問使用者是否正確 那如果正確的話 我們再輸入第二個學生的資料 然後再來第三個學生的資料 然後全部都正確以後就離開這樣的一個程式 所以雖然Console建檔的這個過程很瑣碎 可是你可以想見的是 事實上在這一個目前的這個電腦語音的 電話語音的這個處理工作上 其實還是滿像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當然現在這個AI的進步已經很快了 所以未來這一個你如果上那個YouTube 你打那個Google Assistant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Google今年發表的 那個語音的這個服務器呢 他的這個AI的這個程度 可以到說幾乎跟真人在跟美容店 定那個剪頭髮的時間等等都可以 做得跟人幾乎是一模一樣 所以但是在那個之前 我們還是會有碰到一些 例如電話的Service等等 要用類似這樣一個方法 這樣讓你跟這個電腦 還有這個公司的各種服務 建立起這個連結 好 那我們看一看 所以我們要在適當的地方給這個Echo 所以組成室它的流程就是像這個樣子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有一些東西是變速宣告 主要流程在這裡 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幾個主要的步驟 第一個就是建立串流寫出器 第二個是輸入寫出學生的人數科目 第三個輸入寫出科目名稱 然後第四個輸入寫出各生的學號和成績 然後output把關閉 然後說明資料已寫入 在這中間會發生問題的地方 這幾個地方都可能出錯 所以我們用一個try把它連結起來 在這些步驟裡面 如果出現問題的話 那我們再使用catch去接受這些excension來處理它 這裡的第一個步驟 建立串流寫出器的這一部分 使用者輸入一個stream 然後我們利用這個stream名稱 建立起一個newstream writer 就可以得到output 在這裡你可以想見的是 你這裡也可以運用 我們剛才所講的那一種nestedtry patch架構 所以當串流寫出去 如果沒有辦法正確建立的時候 然後會進到它內層的excension的處理方式 再來就是輸入寫出科目成績的這一部分 你看有一個do while的回圈 只要學生的人數 科目的數字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不離開這個回圈 反覆的在這裡面要求使用者 輸入正確的學生人數跟科目的數字 當然有多少學生多少科目 我們並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只能檢查說第一個 它是不是大於0 如果不是的話 valid奇標就會變成false 另外一個檢查的方法 就是confirm以後讓data確認它是不是正確 那麼只要說學生的人數不是大於0 或者科目的數字不是大於0 或者data使用者認為有錯 我們就要回到前面這裡來重新輸入學生的人數跟科目的數字 因此這樣做的時候就可以處理學生人數和科目的數字這個樣子 另外第三個步驟是輸入還有寫出科目的名稱 這個做法就跟剛才是類似的 我們就把它跳過去 當你要輸入學生的學號成績的時候 我們也是用一樣的方式 但是我們會使用data score表格來儲存成績的內容 所以裡面你可以看到正常的流程是這個步驟 在這個地方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是讓所有的學生 然後這個輸入他的學號跟成績 然後echo跟confirm 所以如果說在輸入的過程裡面 如果說這個成績有誤 或者是這個beta沒有conf 我們一樣在這個地方反覆的這個執行 好 那如果confirm完畢以後 那麼我們就輸入他的把這個成績這個寫出去 好 那就是這邊這樣一個步驟 好 那所以在下一個 當我們要這個輸入這個成績的時候 讓我們的程式的寫法就是這個樣子 這裡面比較特別的是在成績範圍的檢查 如果說學生的輸入的成績是一個負的數字 或者是大於100的數字的話 就表示說有問題了 所以我們會丟出一個exception 叫做grade out of range exception 是我們自己訂定的exception 因此它在整個exception的繼承的這個階層架構裡面 是屬於這個比較底層的這個exception 所以後面的這個catch的這個敘述裡面 應該要把這個最特別的exception寫在前面 因此我們先在catch的時候 先嘗試著接取grade out of range exception的例外 那之後才到一個比較系統定義的exception 就是format exception 也就是說我們從council輸入的成績 如果比方說應該輸入的是數字 結果你輸入一些字母 或者是這個中國的這個中文字的話 那個時候就是屬於format exception 好 因此在這個輸入學號跟成績裡面 我們可以用這一種方式來處理 這個學生的這個輸入的過程裡面 所發生的這個例外的這個狀況 好 所以類似這樣的一個概念 即使是我們使用GUI的方式來建檔的話 也照樣可以使用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那我echo跟conform就是這樣寫 這個我想大家就沒有問題了 好 那所以剛才我們就利用了一個 這一個建檔的這個程式 然後呢 這個在裡面我們看到了 這個潮狀的try跟catch的這種應用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檔案的IO有關的這些東西裡面 還有哪一些是跟它有相關的呢 那這些東西呢 都放在這個命名空間sys.io裡面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內容 我這裡用了另外一個UML的符號 這裡有一個資料夾形式的外型 在UML裡面 它是代表一些程式的package 集合起來的東西 通常一個命名空間 在UML裡面 就可以表示為一個檔案夾的樣子 並且把檔案夾的名稱 稱為命名空間的名字 所以這裡我們的檔案夾名稱 寫成system.io 那就表示我裡面的這些類別 還有他們的子類別等等 都是屬於system.io這個命名空間裡面 好 那在這個命名空間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兩個 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 StreamReader StreamWriter 在這個圖裡面 StreamReader跟StreamWriter 他們分別 繼承字 負類別 TextReader跟TextWriter 所以這也就意味著說 其實類似 StreamReader跟StreamWriter 還有其他的類別可以應用 除此之外 我們如果說 我們所處理的 是一連串的0跟1的話 他們又沒有辦法保證 它是代表文字的話 像什麼呢 例如說聲音的檔案 就是一連串的0跟1 這些0跟1要怎麼解釋它 那就需要你自己去寫一個 這個聲音的這個讀檔 還有這個存檔的這個程式 所以你需要一個類似StreamReader 跟StreamWriter之類的東西來做 這個就要自己來寫 就比較沒有那麼容易了 當然也有可能人家已經寫好 類似的這個功能可以讓你用也有 因此這些處理0跟1的 可能是FileStream 也就是說 我們把這些0跟1寫在檔案裡 或者我們可以把 儲存在計算機記憶裡面的0跟1 把它Dump出來到檔案裡面去 或者是從檔案裡面 Dump到主記憶裡面 然後我們再來看 怎麼去讀取這些0跟1的內容 另外還有一個是BufferStream 我們用一段緩衝區 來處理這些0跟1的內容 這裡面Stream的概念很重要 就我們前面所講過這個 Stream的概念的話 那麼它所做的事情 就是把磁碟檔案裡面的內容 讀取出來的時候 是一個BiteStream 或者BitStream 都是0跟1的這個串流 流出來或者流過去 那這些0跟1這些內容 我們要把它存在這個Buffer裡面 Buffer裡面 我們接著可以把它轉變成為 我們程式所要使用的這個變數 那這一種是有檔案的這個串流 是這樣處理 那麼但是這個概念 非常有用的地方在哪裡 在於說如果我們把檔案 看成是位元組的來源跟去向的話 那麼我們其實也可以把網路跟外面 銜接的這個地方 我通常叫做Socket 跟網路的接口的地方 我們這一邊可能接到另外一個網站 Server 所以可能可以從網站的 Server這一邊 取得一些0跟1的內容回來 回來以後 那我們就把它當作是一個Stream來源 然後讓它可以傳送這個BitStream 那我們接著也可以使用這個緩衝器 跟這個程式的變數去儲存 或者是操弄這些BitStream 所以可以從這個網路的接口 把它想成是一個這個磁碟的檔案 它可以連結到這個Internet裡面的 其他的這個網站的伺服器 這個網站伺服器 它就可以像是檔案一樣提供這個BitStream的內容 然後讓你來處理 因此在這個大部分的這個程式的語言裡頭 這個網路的這個處理的方式 事實上跟這個檔案的這個處理方式 是非常接近 只要你透過Socket 然後你把Socket看成是跟檔案類似的東西 它的Xmine的這個講義裡面 有提供一串關於Network Programming的PPT檔 你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我們就沒有時間講 但是就是說這裡面我把這個 你要寫程式 這個網路程式的話 你所需要了解的這個概念 我大概都有在裡面提到 我建議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根據投影片上面的這些名詞 然後你到Google上面 用Wikipedia或者等等 你可以自學的這個地方 去了解那些名詞的意義 接著你就可以對於怎麼樣 這個網路程式的運作 你就會有一些概念 當然那樣的一個介紹 並不是叫你寫網頁 寫網頁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這個Network Programming的話 可以讓你知道說 原來網頁的這個處理 就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當你寫好這個網頁的內容以後 那麼在網路上傳送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些Beatstream 因此我們可以利用一個Socket 接它以後 然後再去處理這些 從網路上下來的內容 這一類的這個程式寫作 在目前未來會可能越來越重要 不過我們在這裡 沒有辦法詳細的說明 再來就是說Stream的這個內容 事實上我們從學期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使用的這個主控台 這個Console它其實這個類別裡頭 它有三樣東西 其實就是這個StreamReader跟這個StreamWriter 來 我們看一下 當我們建立起一個Console類別的物件的時候 它裡頭會有三個我們比較需要知道的成員的變數 一個叫做InIn 一個叫做Out 另外一個叫做Error 這三樣東西 它分別就是一些標準串流的處理的物件 例如說Console點In的話 它事實上就是這個地方 但是它這裡不是網路的接口 而是鍵盤 所以從鍵盤這一邊 我們也可以從鍵盤取得很多的這個位元組的串流 然後這個Console點In裡面 它的Read或者ReadLine 就是專門在處理這一些 你鍵盤所產生的這些位元組的這個串流 好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Console點Out 就連接到我們螢幕上面的一個視窗 它打開一個標準的視窗 因此它就是一個標準的輸出串流的物件 它會應用Write跟WriteLine 這個東西其實就相當於說 這裡它不是網路接口 而是螢幕上面的一個這個標準的視窗 這個時候我們是從我們的程式裡面 把我們的程式變數轉成是0跟1的這個位元 或者位元組的串流 然後送到這個Console點Out 那Console點Out這一邊再跟螢幕的那個視窗相接 把我們這個變數所要寫出的內容 呈現在這個螢幕的視窗上 好 因此這個就是我們一開始使用的主控台 它裡頭其實是用了Console點In跟Console點Out 分別作為串流的輸入與輸出的物件 最後當有錯誤產生的時候 它也會送到Console點Error檔案 事實上應該是說 它也是連結到這個某一個螢幕上面的視窗 那麼接著我們也是一樣 把這個我們要儲存的 要顯現的錯誤訊息 變成是一串位元組的串流 然後在這個Error顯示的視窗上面來呈現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裡頭的System.io裡面的東西 你未來可能需要的話 你可以再到微軟的這個Document裡面 然後去尋找怎麼樣去運用這些 其他的這些類別 最後我們要提到的就是物件序列化的問題 剛才已經講過 主要的問題就是在於說 我們要如何把一個物件 包括它的負類別等等的東西 都要能夠寫到這個磁碟檔案 以便你在讀進來的時候 你會能夠恢復原來它的這個物件 因此把物件的內容轉成是 適當格式的資料寫到檔案裡面去 這個叫做Serverization 序列化 顛倒過來從檔案讀取這一些資料 然後重建物件 那就叫做D-Serverization 序序列化 這樣序列化跟序序列化是滿困難 繁雜的一個工作 主要就是因為繼承的體系 使得物件裡面的這些成員變數內容 寫到檔案去不是那樣的容易 為了克服這個困難 我們首先知道的是說 我們不管是什麼樣的class的物件 我們一律把它轉成是一個 binary 的形式 然後寫到檔案裡面去 因此這一個你需要建立起一個 二進位的編碼的過程 需要一個東西叫做 binary formatter 可以把你的物件的內容 轉成是二進位的形式 然後存起來 要做這一種Serverization 或者D-Serverization 的這一個類別呢 那麼在我們的這個 C-Shop裡頭 它必須在這個class宣告的時候 在上面用中括號 括住一個字叫做 Serulizable 只有標明 Serulizable 的類別 它的物件才可以使用 Serulization 的方式寫到磁碟去 我們有一個這樣的一個繼承架構 Student這個類別是基本的負類別 裡頭包含有學生的學號和姓名 那麼我們可以使用屬性去取得它的學號姓名 繼承學生的是graduate student 那研究生呢 他當然也有學號姓名 對不對 但是他多了一個什麼 他多了一個指導教授的名稱 因此我們也有一個屬性去取得指導教授 我們要寫進磁碟的可能是學生 也可能是研究生 那因此這個繼承這個Student的這個類別 graduate student呢 我們也要把它標示為Serulizable 因為我們研究生的內容 我們也希望能夠寫到檔案裡面去 這是第一步 就是說在你要serialize的類別上面 加上一個serializable標籤 接著你要運用到這一些serialization的時候 程式碼開頭的地方得使用這幾個namespace 第一個是system.io 那是一定有 因為這可能是你要用binary formatter的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你要做serialization 還有formatter binary 就是serialization裡面要用到binary formatter這個東西 另外一個diagnostics是偵措要用的東西 倒是跟serialization沒太到關聯 所以現在假定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建立起了兩個物件 一個物件是soy 那就是第一個學生 叫做學號是b645331 姓名是thomas 那第二個學生so2 他是一個研究生 那建立起來的時候 他的學號是f685329 那名字是richard 那他的指導教授是erron 好 那因此這兩個有了以後 我們需要使用一個binary formatter 來進行序列化跟去序列化的步驟 那我們看怎麼做序列化 序列化的時候 注意就是一定要使用try跟catch 把中間的內容包起來 因為在serialization過程裡面 很有機會出錯 好 那我們看他怎麼弄呢 第一個寫到檔案去的 我們把他建立起一個file stream 那這就是剛才我們sist.io裡面 有看到的類別 file stream呢 就把buffer跟實碟連結起來 那這就是他的file stream 我們把他叫做output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連結的檔案 叫做test.dat 所以你的物件要序列化以後 存到test.dat裡面去 那其次呢 我們要產生file stream 還有file stream output呢 是寫進去用的 所以file access.write 所以這兩個地方 就是分別來設定file stream io的時候使用上的限制 這地方用的是create create的意思就是說 我產生一個新的檔案 來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你也有可能是 打開一個舊的檔案 那就不是用create file access寫write 就表示這個檔 只能寫入 不能夠讀出 建好file stream以後呢 那我們就使用binary formatter 然後直接序列化 把so1、so2寫到死結檔去 那你使用的就是formatter.serialize 所以只要經過這樣的一個做法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object寫到死結檔去 好 那這樣的過程當然有可能發生問題 所以有問題發生的時候 那至少兩種exception 就是serialization exception 或者是io的exception 那這兩個都有可能出問題 那當然你可能還有別的exception 可以再接到後頭去 那這樣做 我們就把剛才的so1跟so2 這兩個學生他們的相關的訊息呢 都寫到test.dat裡面 接著我們再來看怎麼樣做這個去序列化 desserialization 那desserialization的過程裡面 剛才我們已經寫進去了 存到test.dat了 現在要顛倒過來要去從test.dat 讀取訊息 然後把它轉回來變成student 這一個input file stream 你可以看到它一樣是打開test.dat 但是這裡file mode 剛才是create 也就是產生一個c的檔案來寫入 那在這裡是打開一個既有的檔案open 然後我們做什麼 我要讀取的內容 這個步驟完成 你看這裡就是剛才的nested tricache的架構 file stream的處理有一層外層的tri 然後裡頭的問題是裡頭的tri 好 所以當這裡要開始讀取物件的時候 來看到 這裡用的是while 它裡面的探別條件 是input.can read 所以在我們以前如果是一個檔案的話 我們用的是什麼 我用的是這個end of file 對不對 就是這個檔案結束 這裡因為它是一個input stream 不太容易去決定說它是不是讀到最後 因為在文字檔的時候 end of file有一個特殊的byte 或者是六四位元的東西 一個pattern在那個地方 所以你讀到那個東西以後 你就知道檔案結束了 但是現在我們是讀取這個byte stream 或者是bit stream 所以byte stream或bit stream裡面 它沒有去特別定一個說 檔案讀取結束是什麼樣的 所以它要用一個input.can read 然後利用到系統裡面 它是怎麼樣去決定檔案的結束 你不用管它 你就是呼叫類別的property屬性 然後用這個屬性去決定說 檔案是不是讀到最後了 如果沒有讀到最後的話 我們從formator裡面 deserialize 這個deserialize 從哪裡deserialize呢 從這個input去deserialize 好 因此把input裡面 它的第一個物件的訊息去序列化以後 存到一個obj物件裡頭 我們前面曾經講過這個system.object 是所有這個c shell裡面 所有的類別物件的這個副類別 那麼因此呢 這個如果你寫的這個程式 要handle的是所有各種可能的物件的時候 那我就使用一個system.object 來作為它的類別 所以這裡就是這種情況 我們這個序列化跟去序列化處理的東西 如果我們不知道它的detail的話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說 它一定是一個系統提供的object 那麼所以去序列化讀進來的東西 首先我們把它作為一個object物件 叫做obj 可是如果你只是知道它是object物件的話 沒有太大用處 因為object這個類別太general 以至於我們幾乎不能夠拿它來做些什麼事情 那麼所以這時候我們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把這個obj它所對應的這個類別 把它找出來 然後轉過去它的這個類別裡面去 那這個時候就記得 我們前面講system.object的時候 提到它裡面有一個function叫做get type 還回的就是這個物件 它在原先序列化的時候所宣告的類別名稱 因此我們讓這個obj去get type的時候 就要檢查說它是不是學生類別 但是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使用這個自竄 說student的話可能發生錯誤 因為student等等的東西 在它內部裡面它的表示方法 並不是用一個自竄student來顯示 而是有它內部的一定的這個格式 那這個格式是什麼樣子 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我們可以曉得的是說 我so1這個d 我們寫進去的時候的那個物件 它是我們可以取得它的type 所以這個type只要跟obj的type一樣的話 我們就知道它是一個student的物件 因此我們就把這個obj經過這樣的一個轉型 然後把它變成是一個student的這個物件 那因此轉成student的物件以後 我們就可以取得它的這個學號 我們可以取得它的性名 那這些東西都跟我們前面這個寫進去檔案的時候 所用到的這個學號和系名是一致的 那所以呢 這樣就可以完成這個學生物件的desealization 好 那如果說它的type不是這個student的type的話 那我們就去檢查它是不是這一個 第二個學生的這個type 那第二個學生是一個graduate student 所以如果這兩個type相同的話 我們就曉得現在讀進來的這個物件 是一個研究生物件 那我們就利用這樣的一個東西 轉換它到這個graduate student 那接著我們就用debug.insert去驗證說 它的學號 它的系名 以及它的指導教授 是不是原先我們寫進尺疊檔的這個內容 好 那在這中間 如果type取得不是 這個取得也不是的話 那就表示說 shelization之間出了問題 使得你寫進去的東西 跟取出來的東西內容不符合 那因此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丟出一個 sealization exception 讓catch敘述去處理它 提前結束的話 要使用一個finery 來把input給它關閉 好 那這是去序列化 好 那因此呢 檔案的這個讀寫和這個序列化的這個處理呢 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把這一部分稍微做一個簡單的概括的複習 首先我們知道 檔案取得的資料 或者要寫進去的資料 都可以看成是文字的Stream 因此我們要讀寫一個文字檔的時候 就要在檔案跟buffer中間 建立起StreamReader、StreamWrite 這些Stream的話其實也有可能並不是 一般我們看到的ASCII code或者是unicode 它也有可能是代表某些特殊意義的 這個bit或者是byteStream 例如說聲音或者是影像的檔案 好 那另外這個像我們後面 serialization跟disserialization 它裡面所寫的這些內容 也是經過它系統內部編碼的結果 而不見得是那些文字的這個呈現 好 再來我們提到 在這個檔案讀寫過程裡面很容易發生錯誤 這些錯誤常常不是程式碼的錯誤 而是程式執行的時候 它的環境跟程式寫的內容是不相匹配的 所以造成所謂的例外的這個狀況 那麼處理例外的話 傳統的方法就是讓每一種例外情形給它編一個碼 所以就是作物的代碼 它的這個缺點我們很清楚 就是正常的流程跟Exception處理流程 交雜在一起的程式碼變得很複雜 因此比較好的辦法 就是使用拋出Exception的這種概念 利用tri把正常流程刮在裡面 然後把各種例外的情形使用catch的敘述來處理它 catch裡頭 你有可能在任何一個地方 你覺得說這裡出現一個問題 需要丟出一個例外 你就用slow 那麼不管是slow或者是catch 當你要離開原來這個函式的時候 你需要可能做一些結束的動作 例如說關檔之類的 於是我們需要有一個finally的敘述 再來我們也提到過這些例外 那麼除了這個系統提供的system exception以外 那麼另外有一個application exception的類別 我們可以繼承application exception 然後自己訂立我們自己的exception的類別 最後我們提到了物件的序列化去序列化 我們提到了如果你需要做序列化或者去序列化的話 它的物件的類別宣告要有一個sealizable標籤 同時序列化跟去序列化過程裡面 我們會使用binary的formatter 來將內容編碼 然後最後我們可以使用這個formatter裡面的sealize跟desealize 把物件寫出去或者是讀進來 這個是我們關於檔案的讀寫的這個部分 還有類別的處理我們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會這樣禰就好像西瓜 元料點光 他們沒有你在這裡 有若自然 有沒有 也 有 對 precisamente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